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哥 在网络上还有一个版本是腾格尔的 腾格尔老师 腾格尔老师我喜欢啊 我们来跳一下腾格尔本的好不好 好不好 好 今天你谢谢荣融啊叫我们跳这么欢乐的一个舞蹈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源泉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言归正传答题了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觉得小草莓蛮适合你的 对 我也是想要选择小草莓甜甜的 确定了吗 我确定小草莓 好 请揭晓 什么玩意儿 你是我最不愿意相信的 好 大家好 我叫洪小龙 我是一名职业健体运动员 其实呢 我为什么叫小草莓呢 就是我们在运动员健美健体 大家是追求一个倒三角的黄金身材对吧 其实倒三角的黄金身材呢又叫草莓形身材 那么健体运动员比你们看到的很大块的健美运动员相对来说小只一点 所以叫小草莓 健美跟健体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很多身边的人也会问到我 左边的是健美运动员 右边是我是健体运动员 你们看到我知道区别了 一个穿三角裤 一个穿沙滩裤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比赛裤最大的差别 也是最容易辨别的 其实不只是裤子不同 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也不同 我们健体呢追求的是一个 整体肌肉的一个流畅性 线条流畅 然后身材比例 而健美呢 他们是追求肌肉快的维度的无限大 我们今天用最直接和最直观的方式 让大家感受一个健体运动员的比赛现场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谢谢你今天在现场把一站到底变成了健体的一个运动现场 展示的现场 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 真正的力量感的训练你们平时要怎么做 或者你的力量最大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我试一试 我们怎么试 可以挑战一下两位主持人在我肩膀上我蹲起来 不可能 我们俩加起来有两百多斤 对啊 好了吗 好了 我给你紧张 好的 宝贝 而且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力 等一下 我们刚刚在空中的时候 表情控制怎么样 来 谢谢 谢谢小龙 今天太辛苦了 来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小龙 他是屈指可数地在国际上 拿到了舰体职业卡的 中国运动员之一 在2019年获得了 亚太健美锦标赛的 健体冠军 同时也是2019亚洲健美 健身锦标赛的健体冠军 对 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要拿到世界上 健体这个项目的最高荣誉 就是施瓦辛格先生 拿到过7次的 二林匹牙先生这个称号 发起挑战 放到处估的 想都没想到 小草莓居然是这位 这样我以后怎么面对 草莓这种水果呢 反正今天吧 料一句狠话好不好 虽然你健美健得好看 但是今天是我要你好看 第一句答题较量 请准备 答题开始 在雷电天气 我们通常是先看见闪电 还是先听到了一声 光呢 速度是要比声音快的 所以说我选先看见闪电 细缅土是对什么物品的旧称 其实呢 细缅土呢 是很早以前西洋里面传过来的 我的答案是水泥 我国第一个海上油田 城北油田 位于哪个海域 你要开发我们的内海吗 所以我选择渤海 黄油是哪种食物加工出来的产物 听到油呢 我们做健美运动员呢 其实非常抗拒 我们平时基本上都不摄入油脂 它是牛奶中提炼出来的 答案是牛奶 吃饭的时候很忌讳 仙人指路的行为 这里的仙人指路指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小时候家里面经常教导我的 不要拿筷子指人 红细猫在遇到哪种碳氧化合物时 会因丧失运输氧气的功能而危及生命 新闻中我们经常看到煤气中毒 煤气就是一氧化碳 图中人物的造型是哪个国家的传统戏剧形象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能剧 来源于日本 这种运动使用的主要道具是由哪种岩石制成的 这是冰壶 冰壶呢 它这个壶呢 非常有讲究 采用的是花岗岩 1609年 哪位物理学家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难不倒我 我理科生哦 我应该去加历练 按照相关法律 如果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 被发现没有悬挂机动车车牌 将会被执行哪种处罚 虽然我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知道要扣12分 直接扣流车辆了好吗 我赢了 我作为一名职业的建筑运动员 我也希望能够影响到 更多的年轻人去加入这个项目 让更多的人能够站到世界二赛的舞台上 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叫红晓龙 中国建计 加油 加油 红晓龙 我们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在 冰壶 冰壶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你的奖品 30分纯净裸钻 对 这样我们来看看剩下的关键词还有哪些 就小草莓是一个猛男 那鸡腿哥哥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姐姐 也有可能 那我就选鸡腿哥哥好不好 好 好 鸡腿哥哥是谁 来 请揭晓 好